好来再来我们来看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陶珠苗的选情 好首先呢桃园今天也抽号册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选战当中 其实大家觉得今年很奇怪 因为很多事情很乱 尤其是论文 你写论文到底是 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是真是假 好这一次的选战当中 你看抄袭争议 国家机器 工程必按 兼职风波 好的确在今年呢 都有很多的争议 比如说呢 在这个羽球馆 不堪一阵的情况之下 还有新竹球场的部分 以及呢小智的论文双杀部分 好那再来呢 我们继续来看 桃园市长的这个选举的 号次抽签 好第一号张善政 第二号赖湘林 第三号郑运鹏 第四号郑宝卿 那今天呢 其实他们也是互相彼此 这个在这个攻防站 评说呢 郑宝卿就呛郑运鹏说 你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你就是郑文参的马前卒 讲话也是都蛮酸的 那这一次呢 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 郑运鹏就说 他自己其实呢 在抽号次的部分呢 他最想抽到的就是三号 然后呢 他也反酸张善政说 张善政就缺乏管理能力 还有承担能力 但是呢 张善政也反击 你这是抹黑吧 他认为呢 之前的这个宏击报告 早就已经水落石出 整件事没有一意 也没有问题啊 对于选情 他说还会战战兢兢 到最后一刻 不敢松懈 抽签是我们这个每四年 选举的时候都有的经验 所以号次一到四号 我们的确都有准备 那我也最希望抽到的 就是三号 所以这是一个幸运的数字 那这个幸运不只是候选人 那我希望可以成为 市民朋友的幸运数字 跟我们所有在桃园 落地生根的 个人也好 企业也好 通通是大家的幸运数字 让大家有靠山 每一个民调我们都做参考 那有些候选人的 我们也会拿来看看 没有特别的意见 管理能力跟承担的能力 这是一个身为直辖市长 桃园市长所必须要的 两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那我也相信说市民朋友 会从这个5736万 Easy Money的研究案里面 去看到每一个候选人的特质 那我相信市民朋友是需要 有管理能力 跟承担能力的一个好市长 我就是以一颗非常诚挚 为桃园乡亲服务的心 来抽这个号码 那我觉得就是 有这个一切顺心 老天帮忙就抽到这个 大家心里面原来最期待的号码 不管是桃园区或是1% 对我们来讲 领先1%跟领先10% 我们都是一样 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的心态 没有到票投出来 胜选那一刻 这些民调都是参考 只有票投出来那一刻 才是真正的胜利 洪基回复农委会的内容 媒体已经披露 任何人只要仔细去看 这个回复的内容 都可以知道 当初这个抹黑 完全是一个乌龙爆料 只有不想去了解真相的人 只有想把这个案子 操作成选举利益的人 才会刻意不去了解 所以我想这个案子 到现在水落石出 应该大家都可以清楚 我们这个案子 光明磊落 就是我当初一开始讲的 已经没有任何的疑议 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的确哦 桃园的选情真的是很激烈 而且民调真的几乎 也是看不出来哦 桃园的民调呢 居然差距只有1% 好 专家怎么分析呢 前面进党立委郭正亮他说呢 看过几份民调 他认为桃园真的是最激烈哦 因为到现在 没办法判断 张善政 郑运鹏谁会赢 民调差1% 在误差范围内 而且呢 有的民调有赢 有的有输 他说呢 那我们就问在地的议员 怎么看呢 他说双方民调 真的非常非常接近 真的是到选前 最后一刻 可能都分不出谁赢 一定要选后 开完票才有答案 如果我有看一些民调啊 那桃园事实上是最激烈的 桃园 我到现在我都不能说谁会赢 对 那而且他是非常重要的选举 可是我却很难看到 我可以问一下激烈啊 你中观你现在看到的 这些民调里面 那个差距到百分比多少 1%以内 我到1% 1%以内 非常激烈 我以为是5%左右的上下消涨 不是1% 误差范围内 而且有赢有输 嗯 这个我知道 因为我上个礼拜碰到黄近平啊 因为黄近平是凭政选议员嘛 对 我就问他桃园的选举 他说真的很难断言谁会赢 那 那郑运鹏有推出一堆看板嘛 他就很会搞引起注意的画面 可是因为他没有后续的实质的东西 就接不上 你懂我意思 这郑运鹏是文宣部出身的 对 他确实文宣比张善政要厉害 那可是这个要有实质的东西接上 那张善政是他有一大堆实质的东西 可是他没有办法用适度的方式表达 让你注意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遇到了选战 什么奇迹怪怪的事情都有 很多呢 事情 好 居然还可以改口 到底是碰到了什么样的压力 兼职未报备 好 这是在新竹的选情的部分 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 好 论文争议持续扩大延烧 好 再来资测会 19号在立月接受 直询 好 就指责高宏安不当兼职科智公司的处长 那高宏安是强调说 资测会的主管都知情啊 谎称为什么资测会会改口说谎呢 好 当然他的对手没有放过他 他就说明了科智公司是资测会衍生的新创公司 他说他就是在资测会的鼓励下 才会进行科智企业的辅导啊 资测会的主管明明都知情 什么样的压力会改口来说谎呢 来放大来看这张照片 这个就是高宏安 当年的高宏安 他穿着科智公司的制服嘛 来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很眼熟 蔡英文人也在场耶 当时候什么事情呢 这个还是资测会提供的 经济部工业局邀请 资测会的科智公司高宏安 他在协助这个经济部 做一些这个推广科技的部分 他说呢 共同为蔡现场在场的旁边 就是蔡英文 昔日呢 可以帮这个公司来推广 遇到了选举 现在就叫兼职没有报备 翟森也说 几年前高宏安得到政府奖项 替蔡英文介绍技术 到了今天变成全面违法 哇 简直是不择手段 还包含呢 科建民 反正现在绿的就一直打高宏安嘛 科匹就说了 我也很想问耶 现在呢 绿营一直在 科建民一直在打高宏安 到底你在新竹市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呢 好 科建民说 高宏安不是永远的天之教女 寄生之社会十年 一人骗全国 还在演 好 到底谁说的是真话呢 再来论文案还没完 因为这个之前小智的这个论文案 好 我们说战神宏威姐又来了 那最近的高宏安的论文案呢 今天这个王宏威呢 到台北立言署去告了竹科管理局图立林志坚 好 同样是论文风波 那资策会呢 现在是迅速的提告高宏安 但你有没有发现 反观 林志坚 他不是被学校都已经撤销学位了吗 这件事已经两个多月了耶 但竹科管理局没有提告耶 迟迟不提告 他痛批呢 一个国家两套标准还在护航小智吗 我们看到资策会针对高宏安 却用一个追杀的态度 也要告高宏安 他违反著作权法 为什么对不同的人会有双标 联宏姓因为呢 他已经来控告了这个 林志坚的著作 他违反著作权法 台北地检署呢 竟然回文给他说 因为炼宏姓不是当事人 所以呢 他们就把这个案子签结了 另外呢 我也一样去控告 包含林志坚 李友真 王明朗 他们有涉嫌 有侵害竹科的著作权 就台北地检署呢 也发函给我 他说啊 因为呢 林志坚人在新竹 所以呢 把包括 我控告林志坚 违反著作权法 还有林志坚 告我妨害名誉 以及 我告林志坚 诬告 所有的案子 一并都推到 新竹地检署 是要推托吗 是要 这个护航林志坚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包含资策会 包括我们竹科管理局 还有我们的台北地检署 今天你们满朝 都是民进党的竞选总部吗 一个国家 可以有两套制度吗 可以留两套标准吗 如果资策会有义务提告 高宏安的 那竹科管理局也有义务提告 林志坚 有义务提告 没有提告 就是呢 民之有不法的行为 还是土林志坚的利益 这就是刑法 独职篇章的土利罪 所以我们今天告竹科管理局 土利林志坚 那有关于林根仁的这个论文案 现在呢 有了一个说明了 中华大学最新的声明就是 目录标题跟内文标题 奇异 论文撰写 欠缺严谨的态度 但是重点来了 抄袭不成立 但是有学术瑕疵 这是在林根仁的部分 那么在这个苗栗的选情呢 现在也是蛮胶着的 尤其是这个中东景 他这个脱离了国民党出来选 那最近呢 因为他跟这个柯文哲 常常同框 所以也有一些这个声音 中东景脱离国民党要出来选 他现在是以武党籍的 这个身份出来选的 那20号的时候 他以市政交流的名义呢 跟柯文哲一起出席活动 当时候就被绿营就酸说 民众党跟黑道站在一起 根本是黑白配 他对此呢 柯文哲也嘲讽 他说早知道民进党要打这个 毕竟他跟中东景难得合体 绝对是 但是他觉得被政治操作 这样说其实不好 中东景呢 也很不高兴啊 毕竟呢 他被抹黑黑到背景 他就觉得非常的不满 不过事实上 两个人合体跟柯P 真的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也引发民众党 其实基层有不同的声音 很怕会不会有负面效应 影响到其他县市 再来哦 有一份民调 柯文哲会不会影响 苗栗的选情呢 会的27.6% 不会还是比较多数 认为53.2% 好 这个是在柯文哲的这个部分 好 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 两个人的互动 两个人真的是 现在是有合作关系吗 我们一起来看 先帮议长 那个熊豪就很下载 隔止走道 一人坐一边 一见面柯文哲 就先跟苗栗相亲 广告一下台北市的熊豪券 我昨天已经登录了 现在要等抽奖 先进出间跟市集间 那市长 你一般是选什么券 我选那个想过间 跟市集间 这次的会面 是以县市交流 参访大数据中心为理由 可是因为苗栗县议长 钟东景个人的背景 在事前就被绿营操作 还嘲讽两个人是黑白配 其实我从昨天以来 就看到那个民进党的媒体的群组 已经打算在操作这一局 他说好不容易 这两个竟然可以通框一起打 为政治操作 那一定要把人家讲坏人 然后要夸大 不然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态度 甚至连民众党基层 都传出不同声音 但还是预期通框 柯文哲不会言 早就知道民进党要攻击 这一点一次打两人 什么黑白我是不太清楚 我觉得我是心情很善良 说我黑道背景 这个听起来很不舒服 去年年底我在苗栗办公投的时候 我还是蓝军的英雄 我不知道为什么经过几个月以后 我变黑道 因为选举把很多事情故意放大 我想大可不必 警长会到全中岛吗 这话问得直白 中东景挥挥手 没回答 保留想象空间 可是被说成是黑道 中东景也很不满 我尊重每一个候选人 但是不知道民众党 他们的想法如何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同框 早在一个多月前 柯文哲到苗里 帮党员辅选 双方就已经有交流 当时柯文哲就说 与人为善 先交往看看 只是耳语发笑 会不会外溢到其他县市 让人最直接联想到的 就是黄珊珊的选情 苗栗县议会 跟台北市议会的交流活动 不用特别去 不是代表他个人 这是一个议会之间的 正式官方往来 不用特别把他抹上 这样的选举操作 还在打国民党籍诉讼 以武党籍名义 残选的中东景 现在被蓝绿围剿成 黑道背景 连带者柯文哲 也一起被大肆攻击 也难怪柯文哲 曾多次嘲讽 选举到了 怪事就多了 记者综合报道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 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 我的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